你知道怎么腌制的腊八蒜一听就变绿 清脆爽口,好吃又不发黄 今天我这个方法,你要是学会了 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简单又方便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千三连求关注 首先准备两斤的紫皮大蒜 我们先给它掰成小袋 然后准备一个保鲜袋 把掰好的蒜袋装入保鲜袋中 像我这样子来回揉搓 仔细简单的一两分钟 大家看一下效果 揉好之后,直接倒在案板上 蒜皮和蒜拌已经彻底分离 这个包蒜的方法又方便又实用 大家可以试一下哦 然后放在案板上,刺去尾部 我告诉你哦 这可是辣八蒜快速变率的关键 腌制辣八蒜,切记用清水洗 否则容易变质不易久存 处理好之后,直接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放入两勺白糖 一小勺食盐 糖和食盐的比例是4比1 接下来就能发财的小手揉搓两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无水无油,密封消毒过的容器 把腌制过的大蒜装入瓶中 大蒜提前腌制 后期才可以更加快速的吸收汁水 全部装置8分满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瓶米醋或者是白醋 一定要选择酿造的,而不是选择酿制的 酿制的一般都是人工勾兑的 直接把米醋倒入锅中 注意不要用铁锅哦 大火烧开,不用放凉 直接倒进罐子里 使醋或过大蒜即可 拧紧盖子,放在暖气面上或者是温暖的地方 只需要简单的腌制上一天 我们的拉巴蒜就腌制好啦 简单易做,零失败 是不是很神奇呢 拉巴蒜你要是学会了这么做 清脆爽口,好吃又不发黄 各个脆绿,酸甜可口 快要过年了,赶紧给家人做一些拉巴蒜吧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